我爸超喜歡吃檳榔的 客製了一個檳榔的蛋糕 要給我爸 這個很棒很棒 這個檳榔都要吃幾天欸 我爸超喜歡吃檳榔的 於是呢 找到阿民師傅 我就跟他客製了一個檳榔的蛋糕 要給我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去騙貨一下 有點期待你知道嗎 你看我今天還穿那種檳榔的顏色 這沒有 不知道他的單位 然後就收到滿滿的檳榔 就覺得越來越開心 對啊我要去見一下我的芝麻蛋 我說什麼 檳榔蛋糕 感覺我爸收到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心情 寄坦特又覺得 欸這檳榔我到底吃不吃得完 我一定要現場叫他吃一顆 現場補一顆 每個人現場體驗吃檳榔這樣 就是嘴巴澀澀的 然後就是 不太好吃 還是吃這種健康的東西 吃起來會快樂的大福這樣 這個很棒很棒 我們再來看一下 爸爸的反應這樣 這個檳榔都要吃幾天耶 因為爸爸真的是 把檳榔當那個 從大到大的零食吃 然後媽媽一直說 賣就夾 賣就夾 然後就是 那個就是 一碗 原來這就是 檳榔蛋糕的本尊 我知道這招叫物極必反 我直接做檳榔盆花 愛什麼 對媽媽 對媽媽 因為不能 很大的肚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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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兩個 問她就是一個愛 我應該要不要比你啊 她第一次來不是誰啊 愛誰 好棒喔 其實也是我人生 第一次看到 我會去 我會去 是 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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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